之录音 苏博 暮底 每逢 clip 打风下雨 鹏花川也会成为传誠焦点 突然有一颗巨響 什么窗窗朝百万 Pearl 几乎出海 蟹饰只是urosu 幸好衷ppt 最后,好像是天甲 停车抢 Sara 真的审� WILLIAM 到了今天 挂 glo福 我和我们亲自 immobal 花川屋苑管理署 會加裝防水閘, 減少損失 但隨著自然災害更頻繁地發生 市民要特別留意 以購買保險的保障範圍 在2023年9月的蘇拉台風 和世紀黑色暴雨期間 我們香港保險業總共賠了19億 賠償最多的範圍就是財產損毀 和業務中斷 對於家居的財物 或者商舖的財物 以致汽車保險有六成的車主 其實沒有為自己的車買一個全部 如果真的在發生一些世紀暴雨 浸了車的時候 也不會得到保障 極端天氣頻繁發生 更加造成公共財產損失 但颱風山竹 就導致經濟損失達45.98億港元 暴雨的時候 亦無可避免會令樹葉、樹枝和雜物 被雨水衝入一些進水口 和馬路的雜水溝 造成一些局部的地區水浸 當天文台發出風暴潮預警後 渠武署會安裝可拆式擋水板 設置臨時水泵 並且提供沙包供市民使用 緊急應變隊伍會增加至約160隊 全力處理水浸個案 並一案需要進行清渠工作 極端天氣帶來巨大的社會成本 到底誰結帳呢 近年聯合國積極提倡的ESG 是否人類大致可持續生活的方向呢 真正地 人類大致可